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是与生俱来 七岁的时候便出家为僧 凭着自己的努力和修行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法师 他的名声到了中原 被前情的皇帝福坚指导 就派大将军吕光进攻燕起 灭丘斯 把纠摩罗斯一路给绑架到了龙州 在那儿为他专门修建了寺庙 供他讲经 在以后的时日里 纠摩罗斯就专注地翻译经书直到原尽 他在这条路上的终点梁州 也就是咱这个故事的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吴威那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重点的考察地点 就是他们那边的纠摩罗斯寺 然后这个寺庙里面呢 主要它的目的就是 里面供奉着就是纠摩罗斯这位法师 然后这位法师他是在佛教的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我们现在在读到的很多经书啊 都是由他翻译过来的 我们到了章叶以后 有一个地点叫大佛寺 然后这个地方和纠摩罗斯寺 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比较的 然后像大佛寺里面 它最主要供奉的是一尊卧佛像 然后这个卧佛可能是就是全亚洲最大的一尊卧佛 也存在了有一千年的历史啊 然后和我们去的纠摩罗斯寺比起来啊 就这个地方它被保护的真的非常好 然后而且一直是在有专人维修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可惜的一个地方就是 除了这个地方 包括之后我们在整条路上去的很多地方 在我们看来都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味道 然后变成了就是一些旅游观景区 什么就找不到当年死不死路的那种感觉了 在张叶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骆驼城 然后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非常的便宜 然后知名度也不是很高 我们是飞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随行的那个司机师 他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他在那边打吹的事也咋 后来我们是在一大片荒漠中 发现了一些小土包 然后就发现越走越近 然后那个土包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才发现那个就是骆驼城 那个地方给我们的印象 除了偏远 下一个就是荒漠人烟 就是我们在这儿待了几乎一整天 除了我们之外 基本没有别人 只有一个文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 然后骑着摩托来叮嘱了我们几句 然后又匆匆的走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施工队 他们在那儿进行一些文物的修复保护工作 怎么说呢 然后我们在那里分两组 然后测量了一整天的数据 然后到最后都没有测完 但是当天的天气就是一切都暴露在那个烈日之下 所以说激光测距也不是很好用 激光吗 有光了有光了 巴布 巴布看得到吗 正中间 好的好的好的 有光吗 有有有往前推 慢慢的 慢慢的 对 我们就是测那个土质之外墙的时候 测了将近 就一节一节测 测了将近有二十多组 那个地方真的真的太大了 但是和以前那种一个非常重要 然后非常兴盛的一个都市相比 现在的乐城 感觉无论是它的知名度 还是它的保护程度 都是非常不容易乐观的 就比如说吧 就是因为那方面讲 有施工会在那里进行施工了 就是说随处 地上随处可以建的那种 他们丢弃的一些垃圾 或是一种抛碎的酒型 然后这个其实对 无论是对四五文化 还是对这种不建筑 都是非常不足的乐器 在北梁国初建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是北梁的国土 丝绸之路上的住者 我没记错了的话 以前是有过这么几句诗的 叫什么 鱼木山前建康 南国风景汇吞中 两岸高柳沙亭岸 一派平湖水到香 嗯 对 汉朝的时候 这是叫做乐幻 唐代叫建康君 比什么骆驼城 倒是强多了 但是人之初 性不健 自打有人类以来 这个冰灾战祸 就是勿绝无始 这个地方 尤其如此 这座城呢 也就慢慢的 被连连不断的战祸 烧成了白铁 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遥连不生气 跟沙漠里其他的地儿 那是一个人 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又开始有人 往来金融 但不是在这儿扎根住下 只是把这儿 当作放养骆驼的一个地儿 慢慢的呀 这儿 就被叫成骆驼城 但是啊 我觉得 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城市 都落寞如此 我们在敦煌 村里有一家 非常有名的做驴肉黄面的店 叫做顺章黄面 老板娘非常热情 也给我们的外点了很多菜 然后还让我们去 封城 参加了一家 食物鲜山的拉面 咱们这个饭馆开了五代 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 一八八四年 从老太爷开到现在 一袋只穿一个 团类团团团团团 都不单传 一袋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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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够继续发现光大 所以希望你们家族 就是对这本手艺 不要再保密 然后能够传给其他的人 之后他们家的家族 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气度的人 之后他就对所有想要来这里 学习 和拉驴肉黄面 这样一门手艺的人 就全都是 散开胸怀 毫无吝啬地去 教他们做这个东西 然后也就导致了 现在敦煌 就是大街小巷 在哪里都可以吃到驴肉黄面 这样一个菜 这样一个东西 要我说呀 这人取名字 就喜欢往好了上人口 您就拿这个丝绸之鹿来说吧 它可不像丝绸那么好看 它是一大片远近文明的荒漠和山地连起来 以前呢 它就这个样 现在 它还这个 它的名字 是一个德国人的旗 在之前呢 也叫玉石之鹿 香料之鹿 佛教之鹿 这个顾名思义啊 很多的佛教徒 便是从这条路上走过 四处弘扬佛法 我记得 以前呢 有过这么一个时候 有一个和尚 有一个和尚叫做乐尊 路过这个明沙山 看见 这山上的 这山上是金光耀影的 如现万法 我觉得这个地方 特别的感情 于是呢 就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自己就留在这儿 修行 再往后 更多的佛教徒 变成慕名而来 在峭壁上开枯修行 或者呢 在墙壁上画上彩画 把它当作成一个寺庙的佛店 那时候做画的颜料 可跟现在大不一样 它是由矿石和宝石磨出来的 那是相当的不贵 有钱自然有人挣 因此很多商人也来这儿 倒卖颜料 宝石 所以呢 以前也有人叫它叫宝石是吧 再后来呢 有钱的人家也开始在这儿 请人开凿洞窟 当作家庙 所以这个佛窟啊 也就越来越多 变成了现在 叫做墨高窟的地方 墨高窟 可以说是我们这些行的重东之重吧 怎么说呢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墨高窟 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但是同时它又是怎么说 丝绸之路这种文化 这种精神的这种交汇点 就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就看那些壁画 或者那种塑像啊 比如说它的身材 它的就是身形 它是一个地区的文化 然后它的衣着是另一个地区的风格 然后它的发饰 它的装饰 然后又是另一个地区的这种代表 就说就是它是那种多方文化的这种 晦翠的地方 就像我们刚说 它是就是比如说 思路上各个地方驮队 它们驮队 它们驮队的不仅是霍雾 它们在它们的交流互动中 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这种东西 就说这点在墨高窟是很很直白的 就是能体现出来这一点 然后说一下它的保护情况吧 就是我们在那个呈列馆里 调就是那个调查的时候 会发现就是从古之今吧 无论是战乱还是气候原因 还是各种自然灾害 或是到后期那些没有文化的村民 他们会把佛的头部那些佛像头部带回 带回家供奋 或者是就是说是有那种外国课考队来 把那个墙上的壁画 就是成块成块的运回本国的博物馆 就各种事情 对其实对墨高窟的损害非常大的 所以说到现在就是 这次来我们看到了包括那种各种高科技的利用 比如说那个3D球骨影院 更更比如说是每个洞窟它都会有 严格的那种把关的措施 比如说就是放游客进的就这几个点 然后游客一出导游就要把门锁上这种 还包括就是每个洞窟里面都会有测量温度 或者湿度这种仪器 就是24小时监控这个壁画的 或者是这种佛像的保存情况 就各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出来就是我们 这个作为这个文化的主人 我们现在对这个的保护还是保存这种用心的力度 是越来越大了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之前呢不是跟您说吗 人之初性不见 要说这个地方 那是相当的残忍和血性 您不信吗 这就需要您好好想想 玉门关家玉关什么地方 一堆土一面墙 当然不是 从汉代开始 这边那就是刀兵不断 不知道多少亡魂在这战死沙场 不是叫什么烈四郡巨两关吗 说的就是这 几千年来 人们就把这儿 当作是中原和昔日的一个分界点 因为出了关 那就是昔日 在我们去新疆之前 其实还是挺担心整个团队的一个安全问题 可是当我们真正到了新疆以后 发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存在的 发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在去的吐鲁班的时候和当地轻侣的老板娘有聊我 她本来可能就是一个外地人 但是在后来就有一次去旅行的时候到达了吐鲁班 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 我就想留在这里 然后她又决定在那里开了一家轻侣 这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本来一开始是想去云南的 跟大家一样 大家都有一个小姿梦 都想去云南开一个新疆 后来想新来新疆转 在新疆转了一个月 后来发现新疆非常不错 关键是这里人特别好 精美人好 吃的也好 后来觉得在夜城去西藏的路上 我们就觉得还是返回了好 然后就在这里找院子 很幸运找到这家院 你看这边的人真的是特别好 像邻居我们没有办法圆子 因为他们讲什么 我们讲汉语 他们不会讲什么话 所以我们平时都公布了 但是的话 比如我吃的瓜果皮 给他们养吃 它会以葡萄干的香泉 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味道 或者是比如说 我拿一个西瓜给他们 他们会帮我两个西瓜 就是非常充分的一个 包括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客人 就是去旁边的那个农村里 去拍照 经常会被邀请到别人家去喝茶 喝水 吃瓜 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他不像在那里一样 邻里之间都没有什么来往 开门还不认识 所以感觉他非常开 所以在这里的话 生活很慢 很悠灾 虽然很乱 但是你来这边以后 酒肉茶 现在看起来很粗心 很粗心 但是在这里拍了可能 还不难意思 对 感觉很粗心 很粗心 有点 可是它是最 最严实 对对对 最严实 最让你感觉到非常地 舒适的一个生活 对 其实来这边旅游的外地 外国游客 是要比中国人要更多的 我认识 我认识 Xinjiang 在中国 很多人认为 很危险 我认识 在某些地方 也认为 在某些地方 也认为 很危险 我来自一地 我们很多媒体 在媒体上 很多媒体 似乎 似乎 很危险 但是 生活在 Israel 我认识 非常不同 我认识 从内部 在媒体上 看到媒体很不同 我认识 Xinjiang 是一天 我认识 我认识 是中国最好的地方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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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鱼湾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民居点 就叫做 土鱼沟 然后在和我们采访的 那个老板的聊天的时候 也知道说 他呀 也是被很多人采访过 然后这个地方 也是慢慢地 就从他们排的 一个民居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变成一个民居 咱这一下 可就从甘肃 到新疆了 跟甘肃的时候一样啊 有的地方 会沿用至今 但是有的地方呢 却早就成了一片废土 这座岛形的城市 叫做郊河 四周啊 以前都是被河水环绕 看似是固若金汤啊 自古呢 自古呢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朝历代 在这儿都有屯兵 您看 唐朝时候的安西都护府 治所呢 不就在这儿吗 边上不远呢 还有一座城市 叫做高昌 这个地方可不得了 一直以来 这个高昌国呀 都是西日霸主 佛教大国 您应该知道的 那个玄奘和尚 当年在这边 都是讲过经的 还有一位 大西边来的大爷 叫做马可波罗的 对这个地方啊 还在一本小书上 做过详细的继续 不过呀 嗨 这儿啊 还是逃不过连年战乱的命运 荒废之火 再挖出来 那可就面目全非了 嗯 嗯 然后在高昌有一件事 挺有意思 我们就是 我们在那个 那个算是中西那种 那个佛寺 我们在那儿 进行考察作业的时候 来了一个 维吾尔族的老大爷 然后看他一样 他就是那种 比较典型的维吾尔老大爷 然后黑瘦黑瘦的 虚油小胡子 然后戴着小花帽 嗯 他来干什么呢 他又拿了一张毯子 他然后他就坐在那儿弹 这个瓦铺 啊 民间艺术 尤其是热瓦铺这种 他其实并不是 特别主流的那种 和西洋乐器比 他并不是非常主流 所以说 嗯 他的 他何去何从 是发展还是衰落 很大一部分 除了取决于这些艺人外 更主要是取决于各种政策 嗯 还有一点 嗯 就是 嗯 这个老大爷他 他就 讲了他们家的情况 啊 就说是 他们家都是 其余三个都是莫无事丁 只有他女儿 考上了大学 就是 当时他眼里那种 幸福的那种 骄傲那种眼神 感觉真的令人特别难忘 就是 一个自身就是 生活条件如此艰苦的 一个老老村民 他能 他能就是 供得起 对他们来说算是 很贵很贵的 这种大学的学费 就是为了让孩子 能受到教育 然后 有着一日能够出入头地 嗯 就是这种淳朴的这种 还有这种 对生活的希望 其实 很打动我们的 让我们在这个 一片荒野中感受到了 嗯 很温暖和很振奋的力量 早在唐朝的时候 秋辞人的这个月子 就被纳到宫廷月 深受皇宫里那些 达官显贵的喜爱 再往后说 清朝编转的一本叫 《绿正义序编》里的书 也有专门的回顾音乐 基本呢 就是咱现在新疆音乐 来一个 不过呀 现在的人呢 想看到正宗的新疆乐 倒也不大容易 不过呢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嗯 嗯 音乐什么语言的 嗯 谁 谁听到都可以 一出耳朵一听 他就可以接受 可以感受这个乐器的 音色 什么音乐的 所以我觉得 嗯 这个是 不封什么 不封民族 不封什么语言 嗯 所以我希望 更多的机会 嗯 嗯 我现在去内地啊 在美国啊 我们在 很多的国家 都演了这个 可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边 也更希望 能在更多的舞台上 给我们的观众 更给人民认识我这个乐器 你知道我这个乐器 我想很 嗯 嗯 嗯 总的来说吧 我们这次活动 进行了将近一个月 然后 从宁波出发 然后在乌鲁木齐 结束 嗯 可以说是 横跨了整个中国 嗯 此趟 旅行 反正 我加入 我加入 这个项目的 很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 我是西北人 我希望大家 能了解我的家乡 我希望大家能了解 新疆是一个 多么美丽的地方 是一个 多么让人向往 就是 我想把我 把我脑海中那种 天堂一般的感觉 让 让所有人都知道 嗯 就像我们在阿德苏 那个司机师傅 跟我们讲 因为各种 比如说各种 什么 负面的消息之类的 然后 会有 嗯 会有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来新疆玩 这个原因这种很多的 包括我们和那个 达布旅社 托鲁方达布旅社 老板谈话的时候 就是像我们这样一个 学生组织 就是这么一大堆人嘛 然后来新疆玩 已经很少见了 哪里会有 那么多 异想出来的 一些很 一些负面 很恐怖的事情 丝绸事物 可能和以前的 已经改变太多了 能够留给我们 现在让我们看到的 东西很少 这一路 城市化现象也很严重 我们已经 没有办法去 考察到 北海西大王的 那些东西了 但是随着这一路 一直不断不断地往后走 直到 当我们最后一天 结束了所有的工作 重新回想了 这一条路的时候 发现 其实原来这就是 四周之路 我们这一路上 学到的所有人文文化 包括在这些地理 和背景什么的 其实四周之路 就在寒带这个里面 可能在某一个地点的时候 感觉不到 但是当整条路走起来 回头这样看过去的时候 哎呀 这一条路就是四周路 它这可能 一千多年以来 几千年都从来没有变过 咱们这个故事讲到这儿 也就差不多了 这些东西绝不是 丝绸之路的所有 当我看到这么一个 曾经繁华丰饶的地方 慢慢走向了荒芜和贫穷 还是会不禁感到一点惋惜啊 从诞生的那一刻 我就开始注意 他对我来说 那就是一个老朋友 不过让我庆幸的事 还是有一些了不起的事 在这儿发生 带着不一样的时代的影子 像是一个一个的循环 佛教的僧人 爱叫他轮回 听说人类愿意 重新挽救这片地方 让它重新焕发升级 这让我好像又回到了 当年它新盛起来的时候 但愿吧 又是一个轮回啊 在想起来 尽量 Kate 这样做得来 诶尔将你 非常喜悦 高架 エa 是 当年叶子 大 并 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